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现在呢 我们要做出来的效果是 这一节课的话 我们要做出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大家会发现 这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就在于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图里本来是这样的 结果给他换成了这样的 那这个怎么做的呢 那现在呢 我们就从零开始 就从插入一个图表来开始啊 我在这边 我直接在这边插入一个图表 然后选择一个折线图 默认的就选这个就行了啊 然后呢 你看他这边一共有三条线 就代表三个系列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就为了一个对比 可能只要两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把系列上或者是你不需要的 你给他删掉就行了 然后就会变成两条线 那么你就会发现啊 你进来之后啊 他这个 他默认的 他默认这个线的形状 是不是非常的有棱角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他的棱角非常的尖锐 让你看起来就觉得 啊 这不是个好东西 就看起来不舒服 对不对 总感觉 一点都不圆润 一点都不顺滑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我拿到一个图表的时候 拿到一个折线图的时候 我做的第一步是永远都是 把这个图表 怎么办 把它变得圆润 怎么变呢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选择这个图表之后呢 选择设置 然后在这边 填充这边呢 填充最下面这个有个平滑线 我们选择一个平滑线 一键平滑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是啊 我们都改成平滑线 你看就发现 哇 好柔软啊 这个时候他的女性特征就比较强烈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其实跟什么那个柱形图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无非从字体啊 字号啊 还有这些背景网格啊 网格 还有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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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这几块也下手了 对不对 其他的其实也是差不多 也没什么多大差 那这边呢 就要看你个人的喜好来决定 对不对 同样的呢 这个图里呢 这个标题 这里面自带的标题 涛渊应该大家说过很多次 我们不用这个 因为他这个自带的标题 不便于我们后期去对图表做一些变化 而且呢 他里图表也感觉不是那么太太太太太好 也不方便我们去 反正大概意思你就是把它删掉 Delete 就没了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这些都弄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想要做出这样的效果很明显的就会发现啊 这里面 这个首先对图表这个线条改了一下颜色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边呢 对它进行一下取色 好吧 直接在这上面取啊 直接在这上面取色 来 首先是这个红色 对不对 淡红色 然后呢 再取一个颜色 什么颜色 就是这个蓝色 好 直接取了 OK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去把这个更改一下 好吧 红色的线呢 我们在这个格式这边呢 去给它更改一下 改成红色的线 这个呢 也是在 因为它是线条 一定要在形状轮廓这边去更改啊 这边改成蓝色的线 哎 红蓝 然后这个时候就感觉哎 红蓝白 这样的一个配色其实就挺好看的了 然后这个弄完了 对不对 弄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想哎 你把标题一下删掉了 不可能没有标题 你肯定是要有标题的 所以呢 把标题自己去打一下就可以了 我直接Ctrl C Ctrl V 粘贴过来啊 然后就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会发现啊 我有点急怎么办 你会发现啊 这里面啊 我把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你发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它外面有一个是代表是总体的你去调整 然后里面这个呢 你们这个框线代表你是调整内部图表的 这个四个角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用的啊 其实用到的也是挺少的 好 那我们总体的把这个缩小一下 然后呢 去给它放到我们中间来 好 这个这样看 好吧 然后呢 看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啊 你就会发现 哇 这边啊 这边我们这个 这个后面也是有晚格线 但是它只有三条 而且是048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 我们这边默认的它数是00.51 那这个是不是代表我每次我都线条必须要这么多呢 看起来这么多感觉好费劲啊 看起来就感觉好好好吵 那时候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去更改一下呢 哎 这边是可以的啊 我跟大家说 大家要点中这个 然后呢 再去在这里面 你就这坐标轴 叫坐标轴选项 这里面就有一个 单位 它最小的刚才是从0.5开始 对不对 我们它主要是0.5 然后次要是0.1 这边呢 你去可以怎么去搞 你可以把这个本来是0.5 你改成个2 你回车一下 你会发现它的0.2是6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还有个最小最大值 这个以后我们可能也会用到 这边呢 最大值就代表这上面最大的值 你可以去把它去更改 你比如说你这边的最大的数据是几 是比如说是4 4.0几 对不对 你可以 你觉得6有点过了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调成5 对不对 你可调成5 都可以回车一下 你发现 哦哇 整个都上去了 这个呢 都是根据个人喜好来的 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 啊 这个太松了 不行不行不行 那我还是调成1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看起来就稍微有画面内容丰富一点 这个都是看个人喜好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你就会发现啊 我们下面这个 这个有图例 对不对 这个图例的位置我放的是下面 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能放下面呢 也不是啊 我们也可以换个地方 看这个这个地方就是图例 然后后面呢 是跟跟随着你的名称 我刚刚没改 所以就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是类别啊 这个都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这个呢 我想给它换位置 你去点一下 然后呢 右键这边呢 有个设置图例格式 这边就有靠上 他就上去了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放在上面 然后靠下就放到下面来 然后靠左也可以 靠右也可以 然后右上角也是可以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看个人喜好吧 我觉得这个这个时候放在靠上的位置比较妥一点 因为那个总体看起来就不会感觉很突兀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做出来这个样式 然后我们再来进一步看一下这个样式怎么做出来的啊 我们不妨把它以上面来一下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 这是什么呢 就会发现这个图例啊 它是单独拿出来的 它并不是跟图表在一起 因为跟图表在一起肯定在这个框里面 它不跟图表在一起 就代表这个是我们自己手动画的 对不对 那画这个圆角矩形 然后把它的线条变得很细很细 这个我相信大家会做了 然后就是无非再去给它加个阴影 对不对 这个阴影呢 其实是我们 我自己手画的 就画个矩形 然后去编辑一下形状就可以了 那我之前我还试了一下 能不能给线条 就是直接用我们的线条 我们复制一份出来啊 比如这个线条 我看能不能直接给它加个阴影 当时我是这样做了的 这个阴影呢 我们是希望它往下投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也可以 但是 感觉因为我们线条本身就比较 比较什么 比较细 在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去调整它的大小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溢出边缘 或者你去把它调小啊 什么之类的 你就感觉不是很得心应手 如果你去调整距离的话 它就往下跑 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可控性 知道吗 但是你又要做出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选择了什么 就是自己去绘一个形状 那怎么去做呢 我在这边呢 去把这个阴影给它弄成为 以它为例来教大家去做 好吧 你会发现你要加个阴影和不加阴影的区别很大 加个阴影之后就感觉 哇 整个层次感和立体感就出来了 不加阴影就感觉非常扁平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我们去在这边形状这边去画一个矩形 最好就是我们以我们这个你画出来的线条的边角去绘制一个 比如说我绘制一个这么长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去把它的这个轮廓改善 没有 然后去给它填充颜色渐变填充啊 因为我之前做过了 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调整90度 90度呢 上面呢 我们采取了颜色就稍微就灰一点 就稍微你看这个灰一点 然后下面这个颜色呢 淡一些 比它淡一个度 然后呢 并且把下面这个呢 尽量的把透明度调高一点 这样就感觉 哎 这有一个真的有一个阴影的效果 从上往下照射的那种效果 对不对 哎 这个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然后呢 再怎么办 把它再置于一下底层 对不对 然后呢 跟我们这个小线条 一起选中 然后Ctrl D组合 然后呢 在Ctrl D复制一份之后呢 再去把这个线条选中 我要去更改线条这样的一个颜色 就做两个出来了 这个做出来也是非常简单 对不对 没有难度 然后这个呢 其实就是在变相的告诉大家 就是你的思维一定要活 你不能局限于图表本身 有的时候图表里面你觉得不好看的 图立的白的不好看的地方 你又不想用它 但是你又觉得不用的话 就是没办法很好的给你去阐述你的观点 说明 那这个又怎么办 那就只能借助外的自己去手绘 在外面去增加 对不对 但是有 但凡是也是个东西 它有利必有弊 为什么呢 你在外面自己手绘出来的 的确 你绘起来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的图表发生了变动 如果还是原本的两个系列 你这边图里是没有一点问题 但是如果您是突然增加了三个四个五个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要稍微多花一点点的时间 去把这个复制再去取色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关于我们折线图一个比较基础的美化 如何美化 如何去把它的那个网格线让它变得更疏一点 如何变动它的坐标轴 这些都是今天跟大家说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图例是如何让它去升级 然后下一节课呢 我们来做出这样的 这样的啊 这样 这样 这个 哎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我这个 哎 变粗了对不对 然后下节课要做出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个总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是真的就是这两条的平均值 这是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我要算 我根本算不出来 这平均值是怎么做的 哎 这是我们下节课的内容 好吧 这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愿你们所有人都能嫁给爱琴 而我嫁给郭敬明 大家再见 拜拜